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为爱我活得很坚强 为你活跃变得不一样 我相信黑暗中的天微光 是明天的彩虹 你还喜欢我吗 你明知道我一直在排队叫号呢 你居然把我当成 宣泄对简陈业不满的工具 不是 我是喜欢你 但不代表你能够践踏我的尊严 也使我失望 时我忧伤的力量 痛过了 就不怕死你了 真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的爱在我心上千叶有了 岁月里我不曾迷失方向 人海茫茫等你一刻挥手迷惘 让你换你一个久违的天堂 你像这不断的忧伤 迷雾中看不清你的梦 梦是醒不来的渴望 牵你的手温暖我冰冷胸膛 慢慢潮夜寂寞是我疗伤的力量 痛过了就不怕思念掌控 你像这不断的忧伤 路上不断的忧伤 迷雾中看不清你的模样 贴贴着装 泪干了都一样 总有一段回应 海茫茫在旁 我都躲到这儿来了 还被你找到了 我还记得可能您已经忘了 我七岁那年是您在这里叫我骑马的 二十多年了都这么过去了 润齐刚刚成立 老齐刚刚意气风发 您是润齐的元老功臣 我啊 年轻的时候啊 是个商人 眼界有力可图 跟着老七打江山 现在呢 我还是一个商人 而且是一个年迈体弱的商人 行的话 商人做生意 感情是最要不得 我明白 你妈妈身体怎么样 她最近状态不太好 所以我打算回来接管润齐 我不是来为难您的 眼下润齐发生这么大的事情 您想求个安稳 我能意见 好了好了 要是年轻十岁 也有难力忽逆吧 王叔的心意我明白了 谢谢您这几年来 对我们母子的照顾 我已经确定了 王董把蛊分配给福田了 马上启动毕竟号 马上启动毕竟号 我这样就化了 我最爱呢 我以为更别人的心意 怎么办呢 我现在已经试了 我现在想想想要想出 我现在想想要带你 沉默考验 侮辱我在各自的朋友圈 是诺言还是谎言 不在乎也不是终点 两颗现实却关联 什么情价看来都是错觉 你总是把未来挂在嘴边 我已看穿你的表演 只是不触碰对方的底线 保留那些卑微的安全感 还能加班 喂 听说你回来了 对啊 那个 你有时间吗 我想约你见个面 好啊 就在我们公司楼下好吗 时间你定 好 关了 他约完了 我们就这样和好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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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愿意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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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t 太好了 太好了 çok 太好了 太好了 温柔的眼神 多单纯 多认真 如今你的陌生 你好像瘦了 你精神不错 这是我在巴黎办的划册 送给你 你也就佩佩她一起吃苦 离开你 人家就废红疼达了 恭喜啊 对了 我去看过阿姨了 她身体看起来挺好的嘛 所以 好了 你以后别再往她账户上打钱了 护衣服治疗 也用不了多少钱 我负担得起的 所以 你不会再原谅我了是吗 ayer 我早就不怪你了 秀 而我总是自怨自艺 以为你付出一切而自取 我们真的爱过彼此吗 我们真的爱过彼此 所以以后 就不要再做朋友了 你也不要再送我 曾经承诺过给我的礼物 过去的十年 我没有任何遗憾 张娟 医生哪 祝你幸福 真的 真的 祝你幸福 谢谢你啊 你不用谢我 因为是我自己喜欢你 我们一定要一直一直在一起 永远不分开 小心秀恩爱死得快哟 说什么呢 不要 以后我要跟我们的大画家 去法国看画展呢 别让旧爱都藏在我心间 忘了红尘忘了爱 好像你想不断 就是分不开等你等 人的一生中呢 总会遇到更好看更有才华的 但是人不能贪心 遇到自己爱的人 就去抓住他 一切更好看更好看 老板 我是你们之前找的画家 我叫简陈业 我那里有几幅画 想卖给你 你的画不是不卖的吗 因为我有些私事 需要用钱 所以 你这么说 跟在我前面没有 对壮壮不错 原来不过 我看樓下屋下凤建社会 你们知道吗 以前啊 在封建社会 只有男的呢 才会做陈世美 修了糟糠之妻 硬盘高枝 现在这个社会 可不一样了 男女平等啊 尤其咱们有些女同胞 可争气了 遇到了高富帅啊 立刻把以前的 穷男朋友给甩了 眼睛都不眨了一下 所以说呢 你们俩呀 学着点 我可学不来 人家哪有的本事啊 对吧 苏总 各位好 从今天开始 就由我正式接手陈世 接下来的工作 也请大家多多配合我 恭喜苏总 恭喜 恭喜 恭喜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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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天就到这儿了 散会 好 好 他来了齐总是哪里 不是啊 这都要齐总是哪里 这都要齐总是哪里 不是啊 这都要齐总是哪里 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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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 苏总为什么会接手 陈世珠宝吗 因为齐总回润齐去了 你可能还不知道吧 齐总从大总裁的手里 接手了润齐集团 成为新一任总裁 这个消息 是薇薇姐告诉我的 像齐总这样的人 从一出生就被规划好了 人生轨迹 而薇薇姐呢 跟她是同样的人 所以她们才会相遇 最终也会相守 而你 跟她们在不同的轨迹里 只会越走越远 永远不可能重合 这是公司 我有权 不与你讨论我的私事 我不是在跟你讨论啊 这是我对你 最善意的好言相劝 我知道了 没别的事 我先走了 喂 薇薇姐 对 素总已经宣布了 我明白 我会抓紧把她 赶出公司的 你就放心吧 有好消息 我会第一时间 告诉你的 我会在哪儿 你你抹得 tä我 你抹得你 那么我抹得積得你 那儿 你抹得你 你抹得我 你得我抹得你 我们抹得你 奇怪 谢谢你抹得你 抹得你 这设计的搞得不错了 去打赢出来 好 都知道了 叶昭雪 你干吗呢 艾蜜姐 让我不知一个展厅 你把东西放下吧 跟我去一趟润齐 我正好缺个人手 苏总 叶昭雪来我们设计部学习 这个是齐总 特意交代过的 我现在就是带他 去齐总那里学习 我来说两句啊 我们福田集团呢 现在是润齐的第一大股东石油者 我这次代表福田 来参与这么一个董事会 有一件很重要的事 我这次代表福田 要和大家告知一下 这个润齐啊 今后在福田集团的领导下 什么福田集团 在润齐 我们真的姓齐 齐棠才是我们的总裁 对 对对对 是是 我告诉你 福田购买我们润齐的股份 成为润齐集团的股东之一 这是事实 齐总 您可真是 使时务者为俊杰啊 我们福田呢 不过现在 还轮不到你说话呢 我现在代表的是润齐第一大股东 根据董事会的规定 第一大股东拥有话语权 所以齐总 您要搞清楚了 现在润齐是我说了算 而不是您 齐棠 话别说得太早 待会儿有自己的二光的话 就不太好看了 而且根据董事会的规定 第一大股东 还拥有决策权 所以齐总 我现在请您马上辞去 润齐总裁的职位 我以润齐现任总裁的身份 拒绝你的要求 我以润齐现任总裁的身份 这个问题 鸡棠啊 陈医总 您这不是这位在耍无赖吧 您这可就冤枉我了 我到现在还没有开始耍无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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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 苏总 我们这是去哪儿啊 老板打仗 我们去给这个送带药 苏总 这一身董事会 谁拥有的股份 都谁就有说话的权利 我们现在持有润齐的股份 有百分之二十八 而他们齐家母子 只有百分之二十七 所以现在我宣布 马上开始选举 新日的董事会成员 和总裁 齐总 现在各位看到的 是一份润齐集团 向城市珠宝借款的债权书 里面著名了 润齐向城市借款的资金金额 以及归还期限 请大家看第七款第三项 润齐以百分之一点五的 股份作为抵押条件 如果润齐集团 逾期未能归还资金 那么作为抵押的润齐股份 将归城市珠宝所得 这是你们母子之间的借口 我们绝会认识 这是润齐集团 向城市珠宝的资金借贷 所有的手续都齐全合法 但是当时负责润齐的是你母亲 就算逾期不还的话 也应该找你母亲才对吧 我赞成 润齐集团一向都诚实守信 我是润齐集团现任的总裁 我决定立即归还所有的债务 而且按照借贷合同 如实执行 我代表陈世珠宝 感谢润齐集团的 诚实还贷行为 也代表陈世珠宝的总裁 齐唐先生 接受润齐集团用以还债的 这百分之一点五的股份 好 好 好 如今润齐集团的 资金债务归还期限已到 如果今天拒绝执行的话 那么该合约的保密协议 将自动失效 今天出了这个门 我们就会马上报警 要求法院强制执行 到时候消息传出去 大家就等着手上的股份 缩水贬值吧 我支持任期还债务 对 对 我们大家就支持集团 你现在别高兴得太早 这只不过是董事会 今年的股东大会 我们再见分享 好 好 非常谢谢大家 对润齐的支持 我一定会更加努力 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不好意思 耽误大家这么长时间 好 去了 干什么烤烤的 谢谢王叔叔 干得漂亮 干得漂亮 这还要感谢乔律师 当初你的接贷合同 让我们找到了一线生机 像齐总这样的人呢 从一出生 就被规划好了 自己的人生轨迹 而VV姐跟她是一样的人 所以她们才会相遇 最终也会相守 而你 跟她们是在不同的轨迹里 永远不可能重逢 只会越走越远 再来 喂 什么 这嘛 你马上把成东的楼盘 抵押出去 这个关键上 谁先露怯 谁先露 要快 爸爸 你的宝贝干儿子来了 永远都答应这儿 你去贝干了宝贝干呢 一拨打 于婳药 人太郎了 spatial 这一说呗 反正那个钱是你借给他的 你就再给他一笔钱 让他别来找我姚哥邂逢了 好吧 你这孩子 想一出是一出的 快去把气当叫来吧 别在这儿跟我胡闹了 快去吧 去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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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孩子没打没心 你进去吧 去吧 干爹 坐吧 原来福田还打着这人的主意 真是防不胜防啊 幸好有你 我现在担心的是 福田继续疯狂收购我们润齐的股票 下次股东大会 就没那么容易对付他了 那就是拼资本了 都拼到这个时候了 我们两家都已经逼近底下了 现在福田应该是万强中干 否则他们的态度不会这么急切 可我们润齐 也再也抽不出钱来对抗了 干爹 好 齐达 我跟你爸是一辈子的朋友 你呢 我从来都把你当成自己的儿子 所以 我就不跟你兜圈子了 少市 陷入困局了 发生什么事了 我刚刚接到电话 说 少市开发城东的十一个楼盘 谁会想到政策突变 我们的资金全砸进去了 现在别说职业润齐 我自己都在想办法充满资金 爸爸你要破产了 你真的要破产了 我们可怎么办才好啊 都怪我 好多不灵坏的灵 你别这样 没事的 没事的 这资金周转困难 在企业管理里面 是经常发生的事情 你爸在商场这么多年 经历了那么多风风雨雨 过一段时间 他一定能处理好的 你别太担心了 只要过阵子 他自然有解决的办法 你是来问我爸爸借钱的吗 是啊 我可以借给你 我妈留了一大笔遗产给我 那个钱只有我能懂 我可以借钱给你 帮任其度过难关 虽然我真的很感动 但你刚才不是还在担心 你爸会破产吗 你既然有这么一大笔钱 是不是应该交给你爸 让他来解决邵氏的问题呢 你刚才不是说了吗 我爸老奸巨华的 不用担心邵氏会当的 更不用情人游天 我没说你爸老奸巨华 我知道你就是这个意思 你等我把话说完吧 我借钱给你啊 你都不用还的 什么意思啊 就是那个哥血红啊 不是我们家借钱给你买的吗 那你现在很困难 你也没想把它赎回去啊 我借钱给你赌过难关 你把哥血红让给我 两千七美啊 邵清雨 你是不是脑子有病啊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想着哥血红呢 你别生气嘛 我知道你爸遗嘱的事嘛 那等你到了三十岁生的那天 我再拿出来借给你不准 不可能 我花了十年的心血 才把它找回来 我绝对不可能让给你 不是 我可是我真的 你别再说了 我欠你的钱 一分一毫都不会少你的 我马上去抽钱 你凶什么凶啊 有什么了不起啊 我就不给你 凶什么凶啊 谢谢 秋楚 我需要你帮我整理一下 我名下的房产物业 有哪些是可以立即出售 哪些可以抵押的 你整理好一份清单给我 另外那些收藏品 夹以两个等级的先别动 其余的你做好文件之后 统一委托给拍卖行处理 这么着急的贵笼资金 是为了年底的股东大会 好 我正续去办 对了 对了 隔壁那栋 就先留着 齐总 上次的事 依赵雪是不知情的 她赶到酒店去 是为了阻止我和少庆宇 我知道 但上次股东大会的时候 我觉得你们之间 可能有一些误会 没什么事 我先走了 我们先走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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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招姐 把这些资料都弄完 你就可以下班了 好 根据劳动法第四十四条规定 如果要增加劳动者的劳动时间 需要支付比他平日工资 高出百分之一百五的劳动报酬 你是设计部门 哪个级别的管理人员 请出示你的公牌 作为齐总的律师 我认为你的行为 影响到了齐总所管理的 企业形象 叶招姐 你下班了 叶招姐 你的求贺方式 就是帮我吓唬我的上棋吗 因为我只擅长这个 那如果我像少俊宇那样 在机场 唱人歌跳着舞 向你道歉的话 你还不如让我去死呢 走 敢坐吗 走 赵绝 我记得我向你坦承过 我对你的忌妒 我忌妒齐唐和简承夜 对你的真心相待 所以那天在酒店的时候 当我发现我的爱情 只能靠齐唐 对你的真心来反衬 那一瞬间 我的忌妒已经冲破我到离职了 而且吵架嘛 总是口不择言 什么难听说什么 什么伤人说什么 所以我希望你能原谅我 翘楚 这些年 我跟少俊宇吵过无数次架 也和好过无数次 我都已经习惯了 其实我不是生气你那些气话 我真正难过的 是你对明朗的那种失眠程度 已经伤害到你自己了 翘楚 我担心你 知道 这样吧 你给我一点时间 等到哪天我不这么爱她的时候 我肯定能找获得理智 对了 今天我来找你 主要是想问问你 你跟秦汤怎么了 是这样 我去向她解释那天晚上 你并不知情的时候 她一点反应都没有 而且现在 她在让我处理她的资产套现 但是她说了 你住的那套房子不要懂 她怎么了 她缺钱吗 福田现在在外面 大量收购润期的股票 其总不可能作为代币的 你也知道资产站就是拼钱 谁能挺到最后 谁就能赢 现在我们要找到 目前销售最好的前十家店 把这十家店做一个好的案子 老板 我刚去办公室找你 他们说你在巡视 交友事啊 你会打败福田的对吧 对吧 按照现在这个情况 即便我在股东大会上 拿回总裁的位子 我还是输了 为什么 福田现在成为润齐的大股东 将来公司所有的决策 都会受她影响 我可能要花十年 甚至更长的时间 才能拿回绝对主导圈 没有一件事情 是只有好处或者只有坏处 润齐被福田收购 那么证明润齐以后的利益 与福田信息相关了呀 你不许多好几乎 你得比较好几乎 我得比较好几乎 还不上决筹 我再演乎你不许多八十二 我该知道 举手的举手 都不许多了 你得比较好几乎 我都得比较好几乎 有很多此外面 那你发生什么事 你还记得吗 你明明不喜欢我 还要勾引我 让我拒绝了 又把所有的事情 都推给酒精了 看样子又等你叫号 我是没希望了 我得自己想想办法 好了 那我接受你的道歉了 你还有没有什么 其他要跟我说的 我知道 你是在处理你的房产 简陈业工作室呢 我已经租给别人了 我最近会找房子搬出去 等工作室租约满了 我就搬进去 这样 城市公寓那套房子 你就可以卖掉了 那你知不知道 你一直比别人 少拿一份住房津贴 用来抵扣城市公寓的租金 那你明知道 还要在我最缺钱的时候 去租别人的房子 让我多负担一份住房津贴 把房子卖掉 不是能得到更多的钱吗 是啊 所以我把现在住的房子给卖了 我打算搬到城市公寓去住 那可是我的发家地 我以前比现在更难熬的日子 都是在那里扛过来的 你知不知道 我成功的秘诀是什么 什么 空门 好 对了 对了 你那个工作室的租约到什么时候 九个月后到期 九个月 那么接下来的这九个月 你就暂时住到我的隔壁去 你知道 现在你老板碰到资金上的危机 所以员工的福利一定要下降的 所以你就搬到隔壁的书房去住 但是一样没有住房今天啊 好像 好像哪里不对啊 你看着我 我是老板 老板说的话都是对的 对吧 对 那就对了 你赶快回去打扫打扫 准备欢迎我入住 入住 走 你走进我的心里面 爱情像今年北京地衣成雪 从来就来一瞬间 好想再见你一面 说一说些没感觉 堆积了成熟稳中好几年 轻易的被你化解 我可不可以带你看世界 在飘着雪冷冷的指尖 我可不可以再抱紧你一些 暖暖的幸福不再冬眼 我可不可以带你看世界 在飘着雪冷冷的指尖 我可不可以再抱紧你一些 暖暖的幸福不再冬眼 我可不可以带你看世界 在飘着雪冷冷的指尖 我可不可以再抱紧你一些 暖暖的幸福不再冬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